如何在众多大学中建立佛教办学的特色 面对各种挑战 最重要的还是传承问题 台湾社会面临少子化等现实问题 也导致佛教教育遭瓶颈 种种考验需要大众集思广益 寻找因应之道 少子化的冲击是全面的 它其实已经要提升到国安的层级 是要在整个国家的所有各部门的努力下 共同去面对的 那么当然身为佛教界的某一个主管 我们也必须要看到 我们自己辖下的某一些机构 同样要面对少子化的冲击 那这里面就我个人来说 曾经长期的担任洪室学团的领导人 当然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我又在玄奘大学 亲眼看到了少子化对所有大学的强大冲击 所以对于少子化这个议题 确实已经是像浪潮一般 已经不断地涌现过来 是即刻要解决的问题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少 都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只是我们如何让这个机构呢 不应少子化 而整个的崩溃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这毕竟 生团也好 大学也好 都是佛教界 法师居士的期待 下所成立的 那我们呢 有责任让他永续经营 因此呢 我在玄奘大学呢 就是极力地配合校长 跟其他各部门的主管们 尽量地就招生的面向呢 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宗教系的特色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经过这些年来努力 小子化的浪潮虽然涌现过来 但是宗教系呢 反而是从谷底慢慢地攀升 如何在众多大学中 建立佛教办学的特色 面对各种挑战 最需要关切的是传承问题 而传承要回归教育面来提升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桃园采访报道